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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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想要發表可以發表一下 你自己覺得AE沒有意思嗎? 你不要害怕他的受挫答案 這個管理外面的人都追著的樣子嘛 那個你再怎麼樣也怎麼會比差不差 當然AE沒有意思 其實這邊要跟大家講的是什麼用 因為除非你相信數學公司是有意識的 你今天多看他幾次 他就會告訴你一些人生的真理什麼什麼之類的 後來就是沒有 他就是算出來的 他就是算出來 他就是所有的訓練資料 對他來說都是一堆的數字 但我們Channel GPD也是 Channel GPD只是因為他評了非常多的資料 然後他今天他就會看到這些文字的時候 這都是發生數字送進去的 這些數字送進中給他了之後 他就覺得這個應該後面要給87號字 他就給87號字 然後這邊應該正 像後面應該放五三號字 他就放五三號字 甚至他不知道他後面他在生存文字 他不知道他在生存文字 他只知道說這個要給那個87號字 大概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 那那個打造的方面 我先調過去 就今天我們先那個他打造的方式 我先調過去 那剛剛有介紹說 那個AI基本上的結構 就神經網路基本上的結構有三種 就是DNN就是最標準的形式 就是全天際型的 那CNN是圖形辨識型的 然後那個RN就是有記憶型的神經網路 大概是這三種的神經網路 好 那我們稍微快速的說明一下 下發生什麼事情 比方說我有一個很簡單的 單路型AI機器人 輸入只有兩個數字 輸出只有一個數字 那我們就會說兩個feature 輸入是兩個feature 就是兩個特徵 然後輸出是一個數字的情況 好 然後不是來一次 那我們就是 開始打造神經網路的時候 其實只是要決定說 我要放幾個神經原上去 那像這邊放三個神經原 所謂神經原 只是他的標準 對比算代文 他就基本上就是把前面做加全核 加全核之後 加全核之後 然後 然後那個 再輸出一個數字 經過那個推線器的轉換 再輸出一個數字 好 就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就全連結 所以他只要 知道放幾個神經原 他就決定了 好 所以一旦第二層也是 知道放幾個神經原 就決定了 那所有 在任何的AI課程 那有一些同學成員 也一學過的 那或是說 我們在深圳學習的 這個模特實力度 說到的 也有教大家要怎麼做 那你會幫忙 非常非常的簡單 非常非常的簡單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大家幫助你的 但某些AI機器人 要有能力去學 這件事情 其實是簡單的 所以你可以 可以想 你會把這些東西打造出來 好 那我們這邊 只說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裡面 有一些參數 是要調整的 就是你只要 決定好了 你的神經網路的樣子 之後 就會有固定的參數要條 固定的參數要條 固定的參數要條 固定的參數就只有 所謂的權重跟偏執 就是 反正就是一些參數要條 那個是 因為那個 神經原的預算方式 就是 他要做加全核的時候 我們需要給他一些權重 還有一些 那個 他每一個 每一個 那個神經原都會有一個偏執 去要做一個總調整 那 這樣的情境之下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的偏執 跟權重 要去調整 那我們就會把 所有要調整的那個 權重跟偏執 都把它 收集起來 就是這些是 我們要去調整的 也就是自己要去學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告訴他 應該正確答案 這個數字應該是什麼 他自己要去學的 那我們就會把這些 一般來說 在外面 你看到任何的文件 現在幾乎是統一的 大家都寫成 D檔 你看到D檔的時候 就是代表說 它就是 那個 所有 所謂的 那個 權重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 其實就看到FD檔 就是我們大家都會把說 我們那個 Dynamic AI機器的那個模型 叫做FD檔 D檔就表示說 你要去調整的權重 調好了以後 就會有一個 可愛的Dynamic AI機器人 就出現了 就是訓練好的 Dynamic AI機器人 所以我們唯一的工作 就是去調整D檔 讓它跟我們的訓練資料 是越接近越好 因為我們有訓練資料 告訴它 正確答案 所以越接近越好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這樣的情境 那這邊 一定要說一件事情 大家都會發現 如果開始 其實 至少大家要開始 開始 就是去 讀一下 現在的神經網路 大家現在 到底要做什麼 什麼樣的事情 那你去讀這些文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大家都是用FD檔來表示 所有的參數 那為什麼一定要用FD檔來表示 所有的參數 其實更正確地說 為什麼一定要用C大字 我們表示所有的參數 答案實際上 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只是因為 資訊主義 大家跟數學家 都有一個動作的 拜好 就是覺得 希臘字母比較高級 所以就會 希臘字母 就這樣 那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其實到大學也是一樣的 C大大分的時候 沒有是角度的 但是在 在機器學習 或是AI裡面 C大就是 這個模型 要調整的參數 好的 所以就開開心的去調整 好 這邊就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要說明的事情是 我第一頁 你第一頁 對 好 就是我們 ChainGPT 它是一個所謂的 自然語言的模型 處理自然語言的模型 為什麼 什麼叫處理自然語言 就是我們正常說話 或是我們正常在 臉書上 或是其他的 或是在IG上面 等等等等的 或是在TV上面 特意要想 講出後面的 表示我還是有跟上時代 好的 然後等等的上面 就是你要去發表那些文字的時候 就是正常的人寫出來的 叫做自然語言 那自然 你這個 AI可以去 可以去處理自然語言的模型 那 就所謂的NLP 這種 就自然 可以處理自然語言的模型 好 那我們現在要介紹的就是說 我們的ChainGPT 就是一個對話型的機器人 它其實也是一個 代表的AI機器人 我們就要想說 這個AI代表的AI機器人 應該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這個現在要開始想 我要想一想 這個代表AI機器人 到底長什麼樣子 再一次 即使他去的GPT 這種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可以做很多奇怪的事情 那他還是一個代表型的AI機器人 那這個代表型的AI機器人 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現在來看 第一個 大家可能會想說 這個神秘的模型是這樣子的 我去找很多的對話資料 例如說 你們什麼時候會想要做對話機器人 有沒有 哪一位同學 可以建議一下 說你什麼時候 你會想要做個對話機器人 是可以用自然語言 去跟人家對話的 怎麼說 寫報告子 寫報告子 寫報告的時候 他能希望跟他怎麼對話 不是 你寫 不一定是你用而已 不一定有 就不是人家寫好給你用 是你邀請那個 你什麼時候會想要有一個 跟人家對話的機器人 這樣 回訊型 好 來 回信息 不如就有一個AI的我 那個 以後就是 那個上面都幫我回好了 而且他不小心說出的 不該說的話的話 還可以說 好 不好意思 這不是我說 很好 不錯 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AI呢 因為是我的回訊型的機器人 所以那個回訊型 一定要有很多廢話 但這其實也蠻簡單的 對不對 不是蠻簡單的 就是好像可以去搜集一些 訊息的資料 就把我們自己裡面的 所有的社群媒體 或是自己任何的地方 發的文字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 類話的計畫 搜集起來 那輸出呢 就是人家說的一句話 或是人家的留言 那輸出就是我要回應他的話 就是這樣 好像很方便 不錯 其實我以前從來沒想過這個 說不定我們可以做這種東西 好 然後輸出就是一段字 然後輸出就是一段字 好 就這樣子 來 然後呢 你就想說這個很好 但是有一點點不好的地方是什麼 有一點點不好的地方是 有一點點不好的地方 就是說那個 那個 就是 有一點點不好的地方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函數 函數 大家也知道 本來是一個變數的函數 就是一個變數的函數 兩個變數的函數 就兩個變數的函數 一下是一個變數 一下是五個變數 一下是兩個變數 一下是三個變數不行 換成這個 換成這種模型的時候的考完 就變成是說 我們輸入的字數是要固定的 輸出的字數是要固定的 好 好 幫我們做好了這個自然語言 就是我們的 幫我們的 我們的AIP生 可以幫我們回應那個 不管是臉書 社群媒體或什麼什麼 人家來 人家來 那個私訊我們的時候 他也會幫我們回答老師 來提供 就這樣 好 我們就這樣 就是第一天上線 第一天上線呢 一位你的好朋友就來 說 誒 不知道今天有毛孔 這樣子 他就這樣說 這是正常話 對 沒有錯 他可能要想要約你去吃飯 或是做什麼 好 然後呢 你就回應 你的AIP不是你回應 你的AIP鍵就回了 說不好意思 沒有收到十五個字 把他強制一次 好 然後你的朋友 就決定要跟你協交了 好 因為你連續會就這樣 所以就不行 不行 所以我們這個 這個模型 不能夠限制說 只能輸入多少個字 或是輸出多少個字 不能是固定的長度 那可以怎麼辦呢 所以大家就想來想去 想來想去 就發現說 大家有一個令人驚呆的答案 這個令人驚呆的答案呢 就是得到的結論就是說 那我這個DEMO AI機器人 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呢 我看到一個字的話 我就是預測這個 下一個字要接什麼字 這個真的很呆 就前面是哪一個字 他後面就要接這個字 然後你馬上就會發現 就馬上那麼對 這個你剛剛說過 這個是一個函數的形式 所以它不是一個函數 就是為什麼它會一對多 比方說今天天氣很好 你就發現 天後面接的字 有可能是天 也有可能是氣 光是這句話裡面 光是這句話裡面 那更不要說 這個世界少這麼多字 每一個字後面都有 無限的可能可以接分 多很多不同的字 所以這樣很難排的 這樣很難排的 這種模型一樣 對 聽不能一對多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想到 另外一個聰明的方法 也沒有很聰明 就輸入這個字之外 我要把前面的記憶 一起 一起 一起進來 也就是我要記得 前面發生什麼事情 再一次喔 電腦所有的東西都是數字 所以所謂的記憶 也是我們一根畫的什麼 其實對它來說 都是一堆的數字 它只是看過了 前面那些文字了之後 產生到的一些的 一些的記憶 所謂的記憶 一些的 一些的 看過的 處理出來的 一直跟一堆數字 然後那堆數字 我們把它叫做記憶 然後 它會是一個向量 那我們通常會寫實在列車 就前一個時間點的記憶 跟現在這個字要請進去 好 就是一直就下一個字 好 那因為前面的字不一樣的話 那當然就接的字 就有可能不一樣 所以 所以大家就想到 一個這個聰明的方法 所以呢 很多地方就會 跟大家講說 那種的ChainGBT 這種文字生成的模型 其實只是一個 文字介容的遊戲 而且只會一直只接一個字 就比方說 這個輸入的方法 我們可以叫做金 那金輸進去了 以後 後面就直接貼 然後金天間送進去 後面又接貼 然後金天間後面再繼續 可能就預測出氣 所以你要多長都可以 多短都可以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打造一個 像這樣子的 文字生成型的機器人 好 可以 好 那我們在文字生成的時候 我們從頭上其實有兩種的技術在現在 一個是我們標準的神經網路中間的 一個叫做 RN有記憶型的神經網路 另外一種其實是比較 最近 最近也沒有很近 就是2017年出來 是Google做出來的 是叫Transformer 那Transformer跟電影的變形金剛 這電影 電影變形金剛 請問大家還 在你的名單還知道這種東西嗎 好 感謝 感動 好像跟我們還沒有差太遠 好 然後電影的變形金剛的名字 英文就是叫做Transformer 所以我常常去跟大家講 就是變形金剛 那種模型 好 那那個RN是怎麼做的呢 RN其實是指在某一個人的品牌層 也就是我們打造的 DEMO AI機器人的某一層 它的飛層的輸出 它下一次會再輸進來 就是這樣 就這麼簡單 它就把飛層的輸出 就當成這個時間點的記憶 這樣可以 那比方說 這個已經是走的第五步的時候 那就是 它已經 我們已經 一個一個字一個字輸進去 已經輸到第五個字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呢 它 我們就可以想成是 目前的前五個字的那一個記憶 代表前五個字的記憶 好 那MENZOR 那個下一個字進來的時候 我就會做教學出來 但是RN有一個非常重大的缺點 重大的缺點就是 它不能夠平行運算 因為它一定要第一個字進來 才有第一個時間點的記憶 然後第二個字再進來 才有第一個跟第二個字 一起的那個時間點的記憶 然後再來第三個字才能進來 所以才會有第三個時間點的記憶 這在正常的失誤裡面 是很正常的 很自然 但是呢 那如果我們的RN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的 這個有記憶的成績 或是這樣設計的話 呃 黃安序就不能賣了 等一點就不能賣GPU了 因為GPU就沒有用 GPU是就是要讓你平行運算的時候 很快的 很快的那個機器 所以那個GPU就沒有作用了 所以大家就覺得這樣講不太好 那我們用得再厲害的電腦 也沒有辦法 那就讓這件事情加速 好 所以後來呢 Google想到Transformer就是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就 所有的字一起輸進去 那所有的字輸進去 我們那個 那個我們怎麼得到 每一個時間點的 剛剛我們一起玩 一起圖這種 每一個時間點的記憶 他其實 他其實不一定是 照原來記憶一樣 但是呢 他認真想的時候說 你在文字裡面 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重要的東西就是 你在這個字的時候 你要去看你的前後文 對吧 每一個字你要看你的前後文 發生了什麼事情 才能真正的代 真正的決定說 我現在這個字 代表的含義是什麼東西 好 所以我就要看前後文 比方說 X2 這個第二個字呢 我就跟X1 去比對一下 就是 就是看他 相關性的強度有多大 這個相關性的強度 是你自己定義 所以你愛怎麼樣算 就怎麼樣算 然後你想要用個神經語 去訓練他也可以 然後X2 跟字去看相關性的強度 然後導致一直到PT個 每一個字都去看 前後文都去看一下 簡單的說就是這樣 然後依照這些資訊 再融合成一個相量 代表相量就是很強度 就這樣 那這件事情 從全部的動作 只有做主政的懲罰 大家如果還沒有說 這個主政的懲罰 就記得說 全部的動作 只是一個很標準的主政的懲罰 這邊是寫一寫給大家 那個 嚇一下大家 其實我要說的只是說 我們在做到某個字的時候 要看跟其他前面的去比對一下 我們要比較關注哪一個字 這個就是所謂的intention 就是注意力 就注意力要放在誰的身上 然後經過這個注意力算完了以後呢 我們再把它融合成一個相量 就把它當成這個時間點的記憶 就看完前後文 就是直接的想法 就是它看完前後文裡面 產生的一個東西 那在Google為什麼很喜歡 Google做出來以後 它其實它最有利的地方 它就是 它最後可以寫出一個漂亮的模式 當然 可能對我們同學來說 在高中的時代 看到這種東西 不會覺得很漂亮 就會覺得很噁心 但在未來的時代 會看到更多噁心的獅子 所以那個 這麼簡潔的獅子 算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獅子 好 反正Google的作用 它的文章有一點點難度 原因是因為 它很多地方 它有一些地方寫錯 它有一些地方 它只是為了要 為了要這麼漂亮 然後它用很多事情 只是為了這麼漂亮 這件事情 好但是我現在暫時不要管它 總而言之 它就是可以平行的 產生每一個時間點的記憶 那就可以做我不要做的事情 我們剛剛要做CID 我們就請一個字 預知下一個字 它其實還是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用H2這個記憶的時候 它要做的事情 就是預測下一個字 X3是什麼 第三個字是什麼 然後H5這個記憶 就是要預測這個 X6 也就是第六個字是什麼 就這樣 好 然後 所以這個大概的原理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要介紹一件 非常重大的事情 就是呢 我們會覺得這個自然語言的處理 好像感覺比較高 好像真的可以跟你有自然語言去對話 幫你叫他什麼 還可以做什麼 幫你媽他的時候 不是你媽他 你糾正他的時候 他還會有禮貌跟你講對不起 那個我剛剛弄錯 好等等之類的 好那那個 感覺好像很生氣 那他到底做了什麼 其實他沒有做什麼 他做的事情 跟發哥的辯識 是我們一樣的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下 就是呢 今天我考慮那個 我的那個自然語言的模型 你剛剛說我考慮的ChairGBT 他要能輸出什麼字 我就把那個 他有可能輸出的字 都給他一個編號 我們就以中文為例 中文為例 假設你今天要做一個自然語言的模型 你假設說 你覺得成用值大概兩萬字吧 兩萬字 那你就把那個 兩萬字都給他一個編號 那最成用的方在第一個 第二成用方在第五個 第三成用方在第三個 就這樣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他輸出的時候 他就跟發哥面是一樣 他就會給某一個 某一個 就看完前面的那一根串字了以後 他就會給某一個字 給他最高分 那我們就覺得說 噢 放那個字是最適合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跟發哥面是 一模一樣的事情 好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 剛剛有說到一個小技巧 就是 就是頻率比較高的字要放前面 為什麼 這個是 因為我們以前是有壓的 而這件事情ChairGBT很會回答 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 什麼原因的話 可以問ChairGBT 他會告訴我們說 我有什麼 我們要把那個 頻率比較高的字要放在前面 好 那這邊要介紹幾件 先來偷偷看一下時間 這邊要介紹幾件 我們介紹Temperature就好 Temperature是你們最重要的概念 好 就是這裡面有幾個 重要的參數用法 其實每一個參數都很簡單 就大家其實在念 步驟的期間 其實如果交給你小 其實也要小得去的 那我們就來舉一個例子 就是他最後出來的時候 大概會這樣子 看到前面一堆字的時候呢 他就跟那個八個辨識一樣 經過StockNike之後呢 產生了0.7、0.29、0.01 這樣之類之類之類的 這樣這幾個數值 好 那如果在八個辨識裡面 我就取最高分 那像這裡面 我就會接到這個字去 但是在自然與人處理的時候 像ChangePT 或是任何的生存式AI 通常會是這樣做 為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我都不選最高分就好 選最高分很好啊 那就是 最有可能的字就是他啊 那所以我就選最高分的啊 那但是做了這件事情以後 你會發現他怎麼樣 所以我們不要這樣做為什麼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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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所以 我感覺你還可以說出那個 重點 重點 所以為什麼這樣不好 就是 你要不要把他折疤 對 很好 就是說呢,你讓他,你現在如果有不確定一點 你就會發現,你不滿意他的答案 你可以叫他重生一次,他就會生出不一樣的答案 那為什麼他會生出不一樣的答案 如果是照那個八個片的事情,我們都選最高分的話 你會氣死,叫他重生一次,他還是一樣的,一模一樣 再一次,他還是一模一樣的,你就氣死了 所以說呢,在這個地方就是 我們那個不會 通常不會只選最高分的那個答案 那要怎麼做,這當然很簡單 就是呢,今天不是有機率出來,我現在真的要用這個機率 我們就照這個機率,然後去抽樣 在技巧上是要抽樣,就是1這個機率去把這個文字抽出來 意思就是說,70%會抽到2的這個字 %29機會就會抽到1這個字 %1的機會就會抽到這個字,這樣才好 所以他跟那個,雖然說抽到2的機會還是最大 但是不會每次都抽到2 所以你的文字就會變得比較有變化 好,這就是第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因為我們做Softmax 如果大家還記得,我們剛剛說做Softmax 我們是先經過指數變換 指數變換指數是所有的,所有的函數 從無窮大最快的函數 那指數變換有什麼缺點呢? 沒有什麼缺點呢? 它都會把所有的字都變成 所有的數字都會變大於0 而且大檯還是大檯、小檯還是小的 因為它低陣的數 然後但是,你看 4.3跟3.4本來沒有差那麼多的感覺 然後經過它一變換變成0.7跟0.29 你覺得有沒有有點過分? 就是人家本來沒有差多少 0.2是真的差比較多 但是那個0.7跟0.29就差太多了 差一倍了 就覺得這個指數太過分了 因為指數含數是那個因子同質 尤其它在大檯的時候 它那個上升的時候實在太快 好 那所以怎麼要調整這件事情呢? 其實非常簡單 就每個都除一個數字就好 除一個數字 大家就會往那個 比較靠近0的部分 那這樣子就會比較隨機性 因為第一名跟第二名 就不會差這麼多 沒有差那麼多的話 就比較隨機一點點 那差這麼多的話 就容易抽到第一名 第二名很難抽到 所以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會除上一個數字 然後再一次 為什麼Temperature 不用T來表現Temperature呢? 因為用Tau來表現Temperature 相信大家也知道 就是因為希拉斯 看起來在數學家 跟資訊科學家的原理 希拉斯我們寫起來 比較高級的感覺 所以我們都喜歡寫成Tau 就講他 所以這邊做的事情就這樣子 然後再一次 他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跟八個變是一模一樣 八個變是一模一樣 那這個剛剛已經說了 就是我們現在整個的 那個生成式AI 鑲嵌GPD 他基本上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還是一個單獨AI機器人 他做的事情很簡單 他就是輸入一個字 去預測下一個字 只是他會把他的記憶一起帶進來 那記憶帶進來的方法 有兩倍 就是RN 一個是 那個所謂的全數波紋 變形金剛 就這兩種方式 那意思就是說 他輸入的時候 就是基本上你可以想成 就是輸入一堆的字 然後去預測下一個字 這種模型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種模型 那等一下我會 大家就會好奇說 這種模型 這種模型呢 這種模型可以幹什麼呢 這個是看起來很簡單 很呆啊 真的可以做事情嗎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下 這個第一件事情呢 這一個是Kamati 他寫了一個部落格的文章 而且其實部落格的文章 也不是他發表的論文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是說 他今天 他今天讓那個 這個 AI 去看 一本書 這本書呢 是States的書 好 這本書 這本書是代數幾何的書 這個代數幾何 是我們數學裡面的 一個名譽 然後那個 如果萬一 萬一 怎麼可以這麼 怎麼可以 萬一 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是 之後 在生命中的模型 突然覺得好像念數學不錯 那中間有一個重要的領域 叫做代數幾何 那在代數幾何的地位 在數學裡面 即使在數學裡面 也算是相當崇高的 這跟我們當兵 去當海軍陸戰隊的地位差不多 因為他就是 感覺比較抽象的一種 數學 剛剛前面一段話很自吹自理 因為我就是在念代數幾何的 那我真的要說的是 他介紹 他去看當天 不知道他為什麼 我們在電話看一本代數幾何的書 而且是代數幾何的書 而且是代數幾何的領域 反而就比較抽象的一個領域 裡面呢 一個叫做Stacks 又是比較抽象的一個領域 或者一個概念 他就是介紹Stacks的書 好 那個Stacks書呢 是用Lautic打的 那如果還沒有聽過Lautic 其實就可以打出很多數學 就是你打出來的東西 很像是 明明你在打一篇文章 但是你打出來的很像是在寫程式一樣 好 就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想成 他就是幫著排款的一個程式裡面 然後這樣打完了 所以他就突然會看到這個檔 不是讓他看上 這是明明我們看到的數學書的樣子 所以不是我們平常看的數學書的樣子 所以他就是讓他去這樣子看 然後看完了以後呢 那個電腦就覺得自己是數學家 所以你隨便下一個檔 下去的時候 他就會寫出一個 所以看起來比較真的 大家在未來 那個 不只大學 在唸博士班的時候 數學系的 博士班的時候呢 會看到的是很可怕的數學書的樣子 好 大概就長這樣子 大家就覺得Lautic好厲害 他會自己打Lautic 然後會打 那些不好都打出來 就這樣子 那卡巴迪是誰真的要非常快速的介紹一下 卡巴迪本來在唸史萊姆大學 唸博士 他在唸博士的時候 做了兩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個重要的事情 不對 三件 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他寫的這篇文章 這個就是 大家知道說 RM或是現在的那個深層師AI 那個真的還蠻有趣 好像蠻有機會 做出一點點東西來的 其實是跟他這篇文章有非常大的關係 至少是這篇文章 引起了大家的興趣 好 然後第二個呢 他跟他的指導教授李飛飛 誒 就是他跟他的指導教授 李飛飛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AI學者 那他那個 所以他們看了一個叫做CNN 現在你在YouTube上還找不到 他的CNN的課程其實是 因為他們在開課的時候 在學習AI資源還沒有 現在這麼多 那所以很多人在深度學習 都是看他們的課程學習的 好第三件事情 就是他其實是 那個OpenAI 現在非常有名OpenAI 也就是做全GPT的OpenAI 他們的創始的 開始的時候的成員 所以他就唸博士班的時候 13個年博士班的時候做了這幾件事情 然後後來呢 後來他就到特斯拉去工作 然後特斯拉後來又出來 又回到OpenAI去 然後OpenAI最近又 就今年年初的時候又離職 然後 那他 剛剛那個可能大家比較難感受到說 他是不是真的很厲害 那他也到那個電腦去看莎士比亞 那看完了莎士比亞之後 這就是電腦生出來的 隨便下一個網 他就會生出這樣的東西 他有抓到基本就是有一個人說話 後面那個寫他要說什麼 有一個另外一個人說話 後面的是什麼 那這個就是做出來的感覺 當然他是用英文去訓練的 可是我們用Google翻譯 那個時候的Google翻譯 還有點兩方的Google翻譯 把它翻成這個 那個中文的樣子 那 但是大家也會相信 大家也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用那時候Google翻譯就好了 因為他大概就是這種情境 就是寫出來的文字 感覺好像 你單看一句話 感覺好像是真的人說的話 可是那個合起來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是他就覺得好像蠻有趣的 因為電腦原來可以生出 感覺很像人寫出來的東西 好 那我們也有做一個紅龍夢生診器 這個事實上有放在網頁上 這個可以讓大家可以去 知心使用看看 那大概樣子就是這樣子 就是讓他看完一本紅龍夢之後 他就覺得自己是超選情的 他就可以寫紅龍夢 那我們就可以讓他隨便想 我們可以看 比方說自說五公從石頭 就弄出來之後 相信大家雖然準備 應該都是準備念 理主 但是也相信大家也知道 紅龍夢跟 所以我們同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 那這個寫完了以後 他就會接下去 我從一看就 就特別說 這個整個的券具 這種深圳Ci 基本上就是 虎爛 以虎爛網系列 開始準備去培養他的 所以不管說什麼 他都可以接得下去 因為對他來說 他只看了前面的那一堆數字 他就找這個 根據他以前的經驗 即使沒有完全一樣的經驗 他一定沒有完全一樣的經驗 但是你沒有關係 他就會覺得後面要接什麼字 比較適合 他就會自己決定要接什麼字 就像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就覺得 好像有點訊問 但是也還不知道要做什麼 因為 你在這邊的紅龍夢 你會看到 乍看之下有一點點像 可是呢 你會發現只有單一的句子像 整個整天看起來 你不知道他到底要求什麼東西 好 就大概就這樣 我們是罵紅龍夢 我們是罵紅龍夢 是說這個系統 好 感到團有點斷訊 所以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好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那個紅龍夢生成績 它是用Codeb Codeb就是可以 免費使用的 免費使用的 一個雲端的運算平台 是Google出的 那 如果有興趣 就可以去執行這個程式 你就會看到 這是訓練好 這訓練好 所以不要擔心 訓練我們大概要花十個小時左右 所以 雖然只有紅龍夢 也要花相當的時間 好 大家先 聽有這個概念之後 會發現說 一下我們要介紹的時候 大家就會看到說 那個 那個ChainGPT 它到底是 它到底的規模 大概是多大 好 那在ChainGPT 出現之前 在OpenAI其實 之前 在AI界已經非常有名 雖然大部分的人 可能是ChainGPT 之後才知道 有OpenAI這家公司 在OpenAI 在ChainGPT之前 它的同門師兄弟 就是GPT系列的 前一版呢 就 GPT2 那一版呢 其實非常非常的厚多 因為 OpenAI做了一個 非常好的示範 它就下了一個POPT 就是 就是我們要打進去 GPT的那些文字 它就下一個POPT 這個POPT呢 它就說 那個 在美國的IP4山脈 發現了独角獸的族群 而且族群 不是一隻独角獸的 是一群独角獸 而且那群独角獸 會說非常有利的英文 你們覺得超突然 好 那個超級突然 但是大家記得 說 GPT的 所有的生成事 還基本上就是 想把他們訓練成胡亂網 那所以 你不管說什麼 它都可以接著下去說 所以它胡亂的功利 已經不是以前的胡亂功利 而已 它寫得非常像 真正的新聞一樣 就說 哦 那個是哪一個科學家啊 哪一個學校的 哪一個教授啊 帶著他們的團隊啊 怎樣怎樣 那雙肩粉 還有一些訪問什麼什麼 什麼之類之類 寫得真的 非常的像新聞 所以大家那個時候 真的都嚇到 因為它可以 不但可以是一句話很像 而且是整篇文章都很像 跟寫的文章出來 好 這是GPT2 好 那那個 所以 那GPT2那個時候 其實他們 那個學GPT 也做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 那OMEN還在開始有OMEN 好像從GPT2開始 以前的他其實都有OMEN 然後 那那個GPT2 他的理由很偉大 他說這個實在太厲害了 會怕人家拿去做假新聞 然後 所以最大的版本 就是最厲害的一個版本 他們沒有釋出 沒有不開 好 就這樣子 然後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大家一直 很嘲笑我本來的 說我本來的 我本來的 他們好像現在被笑死犯 所以他們現在沒有 一笑是OMEN 好 總而言之呢 那個時候GPT2 就長這個樣子 那大家就知道說 突然發現說 怎麼那麼厲害 我們先來欣賞一下 它會怎麼那麼厲害的 幾個原因嗎 那 航空增生存器呢 它就 規模大小 也就是說 它需要訓練的參數大概是300萬 300萬其實也還蠻多的 但是 那個是現在 對以前的世代來說 現在這個世代 300萬是不太多的 還好 雖然沒有說很少 但是也不太多的一個 訓練的參數量 那GPT2 要多少個是15億 15億在這個時候 很有很有其他很多明文的 那個AI模型 但是15億還是算很大 所以那個時候 大家都用一隻 很大隻的独角獸 來代表GPT2 很大隻的独角獸 相信大家知道 為什麼要独角獸 因為它說的独角獸 很亂新聞嘛 然後第二件事情 就是因為它很大 所以一定要畫得很大 所以就是很大隻的独角獸 大家就記得 15億的參數量條 所以它的大小金 跟以前的大小金 是不太一樣的 那它看了多少東西呢 它至少看完了 Wikipedia全集 所有的Wikipedia全集 它全看完 英文的 但是這個實在 中度不太好 但是英文的它全看 所以說 所以它真的 它真的 相當相當的厲害 好 記得15億 那我們知道了 GPT3.5 也就是全GPT的時代 它到底用了多少個參數呢 它的參數量到1750億 我們剛剛15億就是大到可怕 現在居然突然跳到1750億去 所以真正大得非常非常的誇張 那現在即使有HOTEN的HOTEN 沒關係 我們HOTEN也沒有用 因為我們一般的電腦都沒有辦法下載下來 不要說我們一般電腦 大部分台灣的大學裡面的電腦 大概都下載不下來 所以太大了 沒有辦法 那就算你也要下載下來 可能也不能跑 好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 那個 GPT3 所以第一的時候 GPT3 就是全GPT時代 它非常非常的大 第二件事情 它為什麼那麼厲害的原因呢 就再一次喔 一定要強調一件事情 全GPT 又是這種生成時代 他們有做任何 就會自生成型人 他們有做任何其他習慣的事情 其實有啦 就是有稍微的調整 但那個都不是最大的重點 最大的事情 他做的事情 他只是看前面那些一堆字了以後 他要決定後面那個字放什麼字 是最適合的 所以剛剛同學有問到 沒有說到 說他沒有學過數學 但他為什麼有時候 好像會做一些數學 他甚至會證明題 證明題喔 那也會做 那是因為他看太多了 他看太多了 他就是這樣子 看那個前面這些字 他覺得後面放這個字很合適 他就給它放下去 就這樣子 那所以他為什麼會忽然 因為 因為他完全不是 他完全不是去搜尋 他的資料庫裡面沒有 那就是 看前面放這些字的話 後面放這個字是合適 他就放上去了 就這樣子 所以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 GPT 系列 或是所有生成系的AI 或是生成系的AI 他們的訓練就是這樣 訓練出來的 所以在講這個話 他就是不亂 我們訓練方式 所以他就是人會不亂 我們也就是喜歡 他很會不亂 所以我們才要 才要使用他 所以這個替代文就這樣 那他為什麼那麼忽然 他到底看了多少次呢 他看了大概 4991個字 那我就問GPT 而且3.5 所以我不知道 我們應該再問 GPT4 再問一次 看看有沒有不同答 我就問他說 一個人一生大概 平均會看多少次 他就說 一個人一生大概看了 5300萬個字 5300萬個字 但不管怎麼樣子 跟那個4991個字 差太多 差了9415倍 所以呢 GPT就是GPT3.5 即使是GPT3.5 現在我們都覺得 好像有點不太厲害的 GPT3.5 其實已經看了 你一個人的 一輩子看的 文字量要多 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今天為什麼 可以做各種事情 就是因為他看的 他幾乎什麼 什麼樣的情境 他都看過了 所以他什麼樣的情境 幾乎都可以回答你 好 這邊就是這樣 那我們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 我今天為什麼 他就生成事啊 文字生成形的模型 就看前面一對字 去生下一個字 所以照理說 照理說應該是 這樣子的形式的模型 就確定GPT出現 會對產業學校 乃至一般人的生活 產生重大的影響 觀眾等等等等 他就會寫下去說 我再強調一次 他什麼都會說 我們在GPT2的時代 就做過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在 在政大有一位學務處的同仁 他就是一直找不到女朋友 好 那我們就把他寫好 政大有一位某某某 那個老師 他那個在什麼地方 工作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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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就最後幾個字 就寫他的女朋友 停止 然後後面他那個 GPT就會幫我們 他介紹到女朋友 他就突然 他什麼都會突然 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現在的女朋友 完全不是這樣 名字完全不是這樣 然後你問他就是胡亂 他 再強調一次他就是 胡亂網系列的訓練方式 所以 你問他什麼他都可以答 你問他什麼都可以 他不知道他也會回答 就這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聯想到 在周遭的朋友 有一點點這樣 有傾向的同學存在 反正你說什麼話 他都可以接下去說 好 就這樣子 但是他是生成性的 這還是生成性的 那為什麼可以做成 對話機器人的樣子 其實也很簡單 你就把他在前面 前面對話的文字 把它一起輸進去 就是他的歷史資料 對話的文字一起輸進去 輸進去了以後 這樣比方說 前面就是在對話的過程中 User 跟 Assistant 都是他那個ChainGPT自己定的 定義的角色 就是User 就是使用者說的話 System 就是ChainGPT自己回應的話 然後我們就把過去的對話機器 送給他之後 那在User 又說一句話的時候 他就會知道他 後面該他說的 他就會開始接下去說 好 所以他的原理期間 簡單就是這樣 那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其實可以開始嘗試 使用那個ChainGPT的API 他的最大的區別 就是可能要請換他慢慢支援一下 要用他的信用卡去刷一下 那個要花一點點錢 那沒有很貴就是 沒有很貴 相信這個應該好像還蠻容易睡 他說我要研究一下 ChainGPT 好好好 就這樣 他都沒有很貴 只要幾塊美金 然後放下去以後呢 你就可以使用他的那個 ChainGPT 就 OpenAI的API 就直接去輸掉 ChainGPT 包括GPT4後 就最新換完去 ChainGPT系列 都可以 好 那他在裡面使用API的時候呢 他有幾個角色設定要知道 他要把歷史資料送進去嘛 那歷史資料就剛剛說的 User跟 Assistant 對話內容要送進去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System這邊呢 其實就是要被ChainGPT 做他人設 就比方說 我告訴大叔 你是一個溫暖的動畫機器人 呃 人家說什麼話 你要很同理他 怎樣怎樣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 你要告訴他 他希望他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那他就會以這樣的角色跟你對話 好 等一下我們也會看到一些 例子齁 那這種會的 ChainGPT這種的模型呢 會叫做大型女人模型 因為剛剛已經說過了 他很大很大 他的傳輸量非常非常多 他的規模很大 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用了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多的訓練資料 好 這大型女人模型的特性就是這樣 那其實大型女人模型 到現在不只是ChainGPT 還有好幾個 這個 我順便為大家介紹一下 一個是Google出的 一個是 這三個 包括ChainGPT 大概是大家覺得 目前做的比較好的三個 這個我現在先放這邊 都是基本上 就是Google出的也跟 Google出的 ChainGPT非常非常像 就是German 他一般版的 是不用付錢的 但是Uderless 他高級版的 他是要付錢的 都很像 那他們其實三個都很像 就是你要用到的 高級版的都是要付錢的 好 那有沒有完全不要付錢呢 現在開始有了 也就是說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既然都要在外面跑 等一下我也會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我如果都要上網路去 所有的資訊都要上網的話 我會不會擔心這些 各資外線的問題 這個其實是應該要擔心的 那我可不可以在自己的電腦上 裝一些大型語言的模型 當然是可以 當然那個能力上面 沒有ChainGPT這種這麼好 因為 畢竟他這種真的很大能力 下台就下台不下台 他看過非常非常多東西 那這個是三個最有名的 最有名 目前最有名的 可以裝在自己家的電腦 事實上也不用自己裝 等一下會做到一個 有一個程式 應用程式 我們就可以去裝 那我在這邊 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是Meta出的 一個大型語言的模型 所以很多人都是根據他去改 那中間有一個根據他去改的是TIDE TIDE是我們在台灣的那個中演院 那邊他們做的一個 純粹用繁體中文去訓練的 所以他在繁體中文做的特別好 而且是台灣的說法 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今天你的應用 你是希望說他們說 比較是符合我們台灣的說法 或是台灣的用語的話 就把那個TIDE是非常推薦的 他就是有LAMA 技術LAMA的去訓練出來的 好 那我剛剛要說的一個事情 是我們先不要看下面 我們先看上面的 就是LM Studio 它是在Mac上面 或是Windows下面 都有的 或是有東西 跟另外一些 迷迷神也有 就都有 它很方便的 可以讓你說 你今天比方說 你想要試試看LAMA 的樣子 那就可以下載 就請他幫你下載LAMA 然後你今天要用TIDE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中研員推出 存款體中文 訓練出來了 他就可以幫你下載 然後你就可以在你自己 電腦上去跑 這個模型 然後也就是在你自己 電腦上就可以去跟他對話 就這樣 所以這個是 推薦大家 如果你進去 想在自己電腦上使用 或是不想要 付錢給你 OpenAI的話 那你就可以試試看 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這些原理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那個ChangePT 基本上都是天馬行風 他就只是覺得說前面那些字 他接後面那個字 覺得很順 他就接上去 那所以在使用上面 要怎麼樣 如果你不要讓他那麼天馬行風 你就需要告訴他 足夠多的資訊 就是你這篇文章的重點內容 你要告訴他 不然他真的天馬行風 可以亂來一陣 然後那第二件事情 你很清楚的告訴他說 你希望他做什麼事情 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好 那有一個非常好的介紹說 尤其是用OpenAI的API 去使用他的時候呢 的課程 那就是OpenAI他們的官方自己介紹 那這個課程其實上次 Wenda老師 Wenda老師 我們用最快速的介紹他一下 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AI學生 他本來是史丹波大學的老師 他在史丹波大學的時候 他開了一個非常有名的 一個課程叫做 他非常有名的文克斯課程 叫做那個基基學習 那個基基學習 大概是到現在 可能都還是 那個最多人看的一個 經費文文克斯課程 也是引領了文克斯的蜂草 就是他的課程開始 有了一個文克斯的蜂草 那他事實上是 那個文克斯三大禮台中間的 Porsaira 他的共同狀態之一 那他後來當然離開了 那現在就是致力於那個 為大家做AI的落地化 那他事實上也有一個台灣 因為他的太太是 他太太的父母 他太太是體自在美國生的 但他太太的父母 都是從台灣去的 所以他運動 台灣的運動 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大事上的基金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要用最快的速度 來為大家 對 很快的速度來介紹 我覺得問題我們先跳過去 我們先來做一些開心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下 就是 把握剛剛的兩大原則 第一件事情 你要他數 你要 你希望他能夠 cover到很多次 就是你希望他 要依據的那些重點 你要告訴他 你不要在那邊暗躺下來 所以我就是不告訴他 不行 你要告訴他 你要告訴他 那些重點你要告訴他 第二件事情呢 第二件事情呢 你需要 你需要很明確實 說你希望他做的事情是什麼 好 現在來看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這個新聞 今天下面的三個新聞 只有這個新聞是真的 只有這個新聞的標題是真的 這個機子真的比較細 就是有一陣子 大家在ChairGPT出來以後 大家都說 這個 一下這個工作不保 那個工作不保 看了有沒有都很晚 對這些 大家都很擔心 然後可能對這個有興趣出來 發現 這個以後是工作不保 這個 可以轉向另外一個地方 發現 那個工作也不保 然後我們來看是真的這樣 那這邊就是說 這補票分析式的工作不保 為什麼 因為他說ChairGPT 可以預測不降就降 那這一個是真正的論文 這個是 文維迪達大學進行 教授一邊 論文 他就說 他就是用ChairGPT來預測股價 好 不過現在 今天我們既然已經聽了這個原理 希望大家未來 看到這類似的 你應該要去想說 他到底做了什麼 他為什麼可以用 ChairGPT去做這樣的事情 就不要再 就不要再 不要再 盲目的擔憂 或是說 就好像很厲害之類之類的 就可以去想 雖然我們想的想法 可能跟他的想法是不一樣 但是沒有關係 那你就會發現 這個的確有可能 我們先來公布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是這樣 相信大家即使 對股票一點概念都沒有的話 也應該知道這個到底怎麼樣 好 這個他的想法是這樣 他就是說呢 今天呢 我下面黑暗那邊 我要輸入一則新聞的標題 標題而已 他就跟ChairGPT說 所以他的提供資訊 只有那一則新聞的標題 就這樣子 好 提供資訊 然後前面呢 就跟ChairGPT說呢 就跟ChairGPT說呢 就是 你是一個 財經的專家 然後今天呢 今天呢 我希望你做一些推薦 那如果你看 你看下面那則新聞的標題 對我關注的 某一家公司的股票 他是利多的相信 就打Yes 他是利多的相信 就打No 就是他會跌 那就打No 那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打Unno 就是這樣 你們真的會相信這種東西嗎 然後ChairGPT會不會打會啊 你看你叫他這樣打 他就 你就輸入一張 一個標題進去以後 他就告訴你 說Yes 或是No 或是Unno 好 那他們當然有去做那個 測驗 試驗 說那個證確率多少 他說比水機還要好一點 那什麼意思大家知道嗎 就比你丟銅板好一點 這樣 不一定 你丟銅板我丟得順的話 說不定也不錯 好 那個 所以他就是這樣子 所以相信大家也沒有真的 感覺好像沒有真的 這麼了不起 但是一個很有趣的運用 就你的確可以 請ChairGPT幫你做這些事情 還有這一個事情是幫忙寫那個 柯文案的那個 戀愛志祺的故意學那個 我們的媒體很喜歡做一些誇張的話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告訴他的 就是你是一個 說法文的小編 那那個 那個後面其實不重要 你要不要接受自己不重要 然後呢就是 依使用者的回應中間 就是每一次我們 要告訴他要發什麼文的時候 我會在Content裡面 解釋他的內容是什麼 這個Content 就是我自己訂的啊 你一定要叫Content 你要叫內容也可以啊 然後運用Style指定的風格 就是我在裡面 會包含兩個部分 一個是Content 就是我要發我的內容 然後Style就是 我這一次發我 我希望要有的那個風格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好了 他還會這個 他認真的介紹 你會知道ChairGPT真的很多齁 好這個他會認真的介紹 我們沒有叫他介紹 他比我們原來的文字還要多 好 好這就是他的自個性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子 就是剛剛有說過 跟陳一秀老師說 看了設計師管理 工事會的課程 然後我們就會說 歡迎誰來修啊 然後當然還要吸引他們一下 就是說 最後會有研討會形式的 期末分享 然後那個時候當然是 包括 跟一百研討會一樣 是有點心跟飲料的 要吸引大家來修課 好就這樣子 然後說溫格掃面前寫的 輕鬆幽默吸引文這樣 然後他就開始 好下面就是 ChairGPT真的寫出來 你看他很厲害 還會把那個 匯文字把它貼上去 就是不會有的 然後就是這樣寫出來 然後就是一個 臉書上面的 用文的樣貌 就這樣 所以他就會寫寫給你這些東西 好現在剛剛更厲害 現在他還會自己加H-Track 然後現在當然更厲害 他還會那個 他還會做什麼 他還會 他還可以伸出圖 所以你這個 這一個是需要圖的話 他還可以幫你 是一張圖給你 全部貼上去 好然後呢 再來呢 再來另外一個有趣的應用 是這樣 因為我是應用數學系的老師 就有一天突然想到說 我們今天就做一個VI機器人 假裝他是一個 升學的諮商師 他就說有什麼樣 升學上的問題 就是你不知道要學什麼系的話 你都可以去問他這樣子 好然後但是 但是 因為我們是應用數學系的 所以最後推薦 只能推薦應用數學系這樣 好我們來看 我們可不可以教學 去做這種新的事情呢 然後他就 我剛剛說他 是應用數學系的 最多的諮商師 然後 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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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然後 然後 然後當然 就要跟同學聊一聊 說他的興趣是什麼啊 然後 未來想要做什麼啊 然後最後一定要推薦 應用數學系 然後要說一些偉大的理由 要學問同學 好 這樣子好 就這樣子好 說完了 然後他就開始了 然後你就要開始 就跟他講說 可以開始對討了 然後當然 他開始的時候 邂惡他自己的身分 收的是應用數學系的 推薦的諮商師 這個都是要改的 所以有時候是 我們第一版不太對 這個 我們第二版已經完全改過來了 他完全全會隱藏這件事情 好 然後後面說我們改了 你夢想中的職業是什麼 然後等等等等 然後我會提供你適合的建議 好 那有一個同學 他可能開始說話 說我對網路有興趣 不知道該學什麼 我喜歡什麼樣的科系 他就做很棒的信用 然後後面的黃子 重點來了 廣告不僅專注表達和視覺的技術 同時也越來越強調數據分析 與市場研究的能力 他就想解答應用數學系 相當厲害 好 所以他後面就會說 這個應用數學系 也是非常適合你 好 然後 那當然還有一些合理的建議 說那你修音書系的課程之外 建議也去修一些廣告的課程 或是去做實習等等的 聽起來還蠻合理的 然後你當然會很震驚 你會不會說 我還真的沒有想到 可以選應用數學系 他還會說 這是很常見的情況 同學大家在選科系的時候 都會先選自己 興趣最直接的忽略了 那些能夠提供強大技能支援 在多個行業 都有廣泛應用的選科的假 是不是很有說服力 相當厲害 我就快要相信他了 好 所以他 所以就是我們希望他做什麼 他就會做什麼 他就會幫我們去安排這種事情 那其實很多的應用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 例如說 我們在所有的那個 就可以請他做摘要 那請他做摘要 比方說一整天很長的 然後請他摘要請三個重點 那他就會摘要請三個重點 那這個是他 我們最常見到的使用方法 那你覺得說 摘要是寫的實在太難了 那你就可以說 那你可能可以跟我 就是把我當五歲小朋友 然後跟我提示一次 這個JPT的確有進步 他在JPT3.5的時候 他也會提示 而且提示其實還不錯 只是五歲小朋友應該看不懂 然後如果在JPT3 如果你真的跟他講說 你要解釋給五歲小朋友聽 他真的用五歲小朋友的程度 去解釋什麼 什麼 我們深層試驗 就像一個魔法師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等等等等等等 反正真的解釋的時候 就會更簡單的樣貌 所以說大概是這樣 那也可以說 我今天 今天假設呢 假設呢 你今天 如果說你很喜歡一個韓團 然後你就決定說 你要去學那個韓語歌 然後但是韓語歌 完全看不懂 不知道我要在唱什麼 那你就說 那可不可以幫我把它 翻成那個中文 講得好 那就幫我翻成中文 好 好 下面這個不對 翻成中文 好不對 不是翻成中文而已 就是翻成中文 是前面一段天做的 還是翻成中文太一半 這大家都知道 那我現在是要說 這個 那你就可能就是 下定一決心說好 不如就來學韓文 那就用歌來學好 那你就說 希望它說 告訴你說這裏面的韓文單字 幫你一一的拿出來 然後 像是單字表一樣 列出來就這樣 好 他真的會做 他真的會做 然後我們不太懂韓語歌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所以你們懂 好不太懂得 像我不太懂得 就會覺得說 我也不知道他選的好不好 但是呢 真的有一個韓語系老師有看過 他就說他 熊的不太多 他有一些字不是字 有一些是年輕的 等等 他就說 有一些字不是單字 簡單的說 就有一些不是單字 就不應該這樣的方向來好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 你不太懂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個特點 叫你不太懂的時候 全GVD 對我們的幫助其實不會那麼大 因為他在胡說八道的時候 你不知道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他就是一個亂王的系列 所以 他不說八道其實 其實不知道 好 所以說呢 JGVD 就是 如果你真的對那個領域很懂的話 這個是有真正的研究 就是出自這本書 叫做 AI世界的底層邏輯與生存法則 這是 陳世佳是一個 就是 他本來就是在業界裡面 真的有在用AI的人 那他就是說 那個AI 如果你反饋的話 對客戶的人員來說 可以提供20%的生產力 要你真的是 一個專業的客戶人員的話 然後你需要有 文旦翻譯報告整理的 簡報還有整理簡報 還有翻譯記錄的人 大概可以增加70%的生產力 但是你全體裡面這些東西 你是會做的 陳世設計師更厲害 可以提升125%的生產力 但是你要會寫陳世 好然後還有 介川上的 就是日本的最高的文學 全文學獎 介川手 那那個 九段米家 就是介川手 他自己所在 他的小時候有百分之五 都是 是JGVD型的 這個大家都覺得 非常地震驚 這個一定要再一次地強調 是你真的很會 他才會更有幫助 我也沒有用JGVD寫過小說 然後我們有一次就想說 因為還蠻喜歡推理小說 我就想說JGVD說 我一定可以寫推理小說 然後我就說 你會不會寫推理小說 然後大家說 會 沒問題 然後他說好 我們現在做角色設定 他就把他做了一些角色設定 然後我們就說 好 你們就瞬間挑一個人配殺 然後我就說 最不可能的是兇手 然後中間要非常非常地學異 非常非常的學異 然後大家都猜不到 那個真正的兇手是誰 要越不想 那真正的兇手越不想兇手 越好 就這樣 然後去這邊就說 好 然後第一關就把兇手說出來是誰 然後兇手 這個 他到底在幹嘛 所以你不太會的話 如果你慢慢來跟他引導的話 你可能會 讓他幫你做出一些很好的作品 但你真的不太懂 或是根本不會的話 他其實對你的那個 影響力其實是很低 那這邊是一個 他有點會 也不太會 就是他不太 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 玩一個非常古典的一個遊戲 像快打線 現在大概只有在 那個魔力器上面 可以找到的快打線 他今天呢 他就是想要說 他在 因為他小時候有一個創傷 就是被那個boss打得四八爛 所以他就覺得說 這個真的很難過 他今天 今天有那個 有這個AI的時候 他就想說 那我們會做一個AI 然後把那個boss給打開呢 然後他就 他目標就是這樣子 但是他不會 他會寫程式 可是他不會AI 他不知道那個 這個AI 我們其實學AI 都會知道 這是要用強化學習來做 但是他沒有學過 所以他也不知道 強化學習到底是面比是什麼 等等等等 但是呢 他就跟那個Change Green 克服了兩個禮拜 來來回回 然後真的用Change Green 就幫他做出來一個 那個 可以打敗 快打線後面的boss 那個 那個AI出來 好 這個大概這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所以今天呢 就是主要會講在這邊 那最後 為大家說一件事情 就是在新的時代裡面 新的時代裡面 就是跟我們舊的時代 舊的時代就是我的老師的時代 就是我們以前 以前最欣賞的角色 覺得最優秀的角色 就是很會解決問題 也就是給你一個奇怪的數學問題 你很會答 或是給你一個什麼問題 你很會解決 然後但是在新時代 就是你們的時代 其實這件事情 比較面對的力量 其實跟 就是真正你們的時代裡面 其實不能只是 回答人家總會好的問題 而是你們要自己發現 你們那個問題在什麼地方 因為現在就是在世界裡面的 所有的問題都變得非常的複雜 還沒解決的 該解決的 我們那個時候已經解決了 所以還沒有解決問題 都是比較複雜的問題 在複雜的問題裡面 甚至連問題本身都沒有定義得很清楚 所以在新時代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就是要能夠面對問題的時候 可以看出來說 這樣的問題 我可以 利益所有什麼樣的AI模型 我可以幫忙你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這新時代裡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畢竟新時代裡面 大家被碰到的就是 甚至利益甚至是AI 可能很多解決問題的能力 都沒有還要好 但是電腦還有一件事情 是完全全沒有辦法做的 就是它沒有辦法自己去問問題 他不自然說 這個也沒有辦法解決這麼複雜的問題 的話 我應該要去問什麼樣的問題 我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那我們最後的時間 就是看去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要解決 好 大家有沒有問題 要問一下 對 有沒有問題 終於有問題 現在那個 save attention 跟attention有什麼差別 attention跟什麼 跟save attention save attention save attention save attention就是 自己跟自己 對 attention是比較大類 就是要做這種 這種注意力 就是要注意哪一個東西 要比較注意的 這樣就要注意 那save attention就是 我這句話已經出來了 然後我自己的 這個句子 跟自己去做attention 因為 因為一般的 attention就是 已經有一個句子 然後我有一個 prey of attention 看來看 就是一般的attention 就是 我今天一個句子已經出來了 然後我有一個prey 就是我有一個問題 然後我這個問題 我要看說 跟哪一個部分 我要做最強attention 這樣子 那就不是 就是一般的 那不一定是save attention 那save attention 那save attention 一定是自己的 這一個句子裡面 甚至相互去看他 看 好像看著完的部分 叫save attention 那以前 以前 我記得自然的原因 是用bird bird 對對對 是是是 在transformer之後 現在比較起來 有什麼 就是 bird 在現在比較起來 在bird以前 在那個 那個年代是一個 非常明星級的 萌星 那 現在比較成分 他小很多 他小非常多 他小非常多 就是跟現實 那時候雖然大家也 嫌bird很大 但是出了這種 大型的模型時候 就發現 bird還蠻小的 這樣 那但是現在 還是有很多 人 會用bird 第一個就是說 我可能 必須要做那麼複雜的 動作 也沒有要他那麼聰明 要他抱上 抱下什麼 對 那 政治情境其實還是會有 用bird 的機會 因為他畢竟小很多 所以他能夠自己的 需要的資源要這麼多 然後第二個特點是 bird 他是 google在官方出的時候 他就有做文版 所以他 他天真就是會 他天真就是可以處理中文 對 Transformer 現在還是 一直 會有 對 現在主流就是 像 GPT的系列 全部都是全行的 所以大型原模型全部都是Transformer 對,目前都是成功模型的 那Transformer,我看那個架過還蠻複雜的 它是不是融合了,RN 它其實是想要取代RNA 所以它要做的事情就是RNA想要做的事情 只是可以平行化的去手 它其實沒有很複雜,但是Google其實很複雜 它其實剛剛說的重點就是 每一個字 當作Pree的時候 Pree不一定是具體裡面的資料 但是它可以是外面的,或是它裡面的 那它就是要跟所有的 它想要看的每一個字去做 像那個Attention就是注意力的強度去計算它 注意力的強度 那Google只想注意力的強度 它只能內積而已 它就把內積越大的,當作注意力要越大 內積越小的,注意力就會越小 它只是做這個很簡單的注意力運算 然後運算法裡頭就會出現每一個分數 那每一個分數一樣就是做Softmax 讓它把它架起來認真一 就是只是一個權重 那就根據這個權重吧 每一個它注意的每一個點 例如說每一個字 它就會立這個權重去把它 再把它做限定就會做得起來 所以大概過程就是這樣子 但是Google的標準的Transformer 它的一層裡面 剛剛這一件事情它只是其中的叫做Transformer一層 那它其實Transformer 所以它只是叫做Sublayer 所以它會有很多讓大家很困惑的地方 所以平常我們叫做一個隱藏層 它現在只是一個子層而已 所以一個完整的Transformer層 它是可能是做兩次的 這種Attention的動作 然後最後再用電池層去全面接層 然後再重結起來 然後再送出去 所以它這一陣層 其實就做了很多複雜的動作 謝謝教授 那大家還有沒有問題 好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熱烈掌聲謝謝教授金銀派 謝謝 折騰的icas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